可以繼續錄完結的 因為我要繼續講 然後那個 像框碼的那個 欸 放下去了 喔 這邊 就是你看喔 它Gate Symbol 裡面它其實包括很多 你可以呼叫 MySQL 的指令 然後你可以呼叫就是 SQL Lite 然後 R Data 或什麼之類的 像它匯率的部分 匯率的部分 它都是去拿這個 就是 OANDA 這個網站 Onda Onda 這個網站 那在 R 裡面呢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去呼叫它的話 就是打 EXAMPLE 這我剛才講過嘛 對不對 就是 Gate Symbols 然後呢 然後 GATE Gate Symbols 然後點 那個 OANDA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填這些 就是填 EXAMPLE 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照抄一次 就是美元對歐元的資料 這樣子 然後就拿到一個資料叫 USD EUR 這樣子 然後 這是 USDEUR 請說 那要怎麼找跟台灣有關之類的 那很簡單 就是說 你看喔 如果我想要知道台幣對美元的匯率的話 你就用 TWD EUR USD 你就會看到 TWD EUR USD 就是傳說中最近升值升得很多 但是美元指數又會拚命漲的東西 就是台幣明明明就一直在升值 但是美元指數還是一直在漲 就是傳說用台幣這樣子 然後 那如果 因為這是用台幣看美元 但是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的方向 這樣子 我們習慣看的方向應該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可以拿這個 然後你在畫的時候 你就畫 USD TWD 這樣子 它就畫出來了 就是台幣對美元的圖 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看到 欸最近 聽說今天扁破29塊這樣子 然後尾盤又被央行拿起來 不能夠出來了 然後呢 就是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 欸台幣的周線這樣子 就是日線 我沒有要交易那麼長這樣子 我要看周線 你可以用TWEEK TWEEK的儀這樣子 然後它就變周線 就變成台幣周線 就是 只要每次升值或是貶值 央房就會開始做無公廚啊 你就會看到很多腳這樣子 然後很長的腳 就是 說真的央房有在做無公廚 這樣子 然後呢 那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它其實 對 High Frequency Trader其實也很友善 你按To 按那個Table 就可以看到它所有To的指令 你可以把 分鐘線變日線 TWEEK TWEEK 把分鐘線變小時線 TWEEK 把分鐘線變五分鐘線 三分鐘線 這樣子 或是 你看TWEEK T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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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這些都是用C寫的函數 這樣子 所以它走得很快這樣子 對 那就是 就是你只要有那個最原始的東西 然後你要切換成 就是不同看Scale的時候 它其實非常快速 所以其實 其實是很好用的工具啊 就是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對 那應該還會有序值 這樣子 對 那大概是這樣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